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外有案 凶手肆无忌惮 全警动员耗事多年 追凶却遥遥无期 对我们这个封救公安来说 死案不破 却是死不拦目 调查一路坎坷 正义如何来伸张 前面那个抢劫杀人案 对于这个绑架案来讲 就是一起漏罪 不变的信念 今日说法即将不出 这个挂有风华正茂牌匾的民宅 位于河南省风秋县里寨村 与当年的人丁兴旺相比 如今这里是野草丛生大门紧锁了 而这一切都源于11年前的那场命案 时光倒转回2004年 这一年的12月20日 雷敬信夫妇在家中遇害了 现场惨不忍睹 接警后 风秋县公安局的警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并组织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全面勘查 使得一痛难脚位 就是这个复活在这个汤渴客厅里 这个屋内 这个现场反正比较大 应该是被他人杀了 径部在这个绕着有这个电线 里头有保养柜被撬了 一看着就肯定是入室抢劫杀人了 这个现一日 对中心现场 包括事怀现场 都进行了彻底打扫 凡是他舍住过的地方 劝不过你脱把 进行了脱骚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 技术人员怀疑 犯罪嫌疑人在离开作案现场前 将整个屋子都打扫了一遍 这就给他们提取物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应该是告知伤犯罪 他不让话的一遍 平常他不会靠得那么细 包括他给受罚人有剥斗性结 有剥斗性结 他给受罚人的手细的细 当时董天亮网人能查护着谁 谁细的细 他就是怕留下啥东西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河南省丰丘县 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在2004年 普通人家根本没有多少钱 根本没必要在家里摆放一个保险柜 那为什么遇害的雷静信夫妇家里会有保险柜呢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年过五旬的雷静信夫妇家有一儿三女 是个大家庭 案发时 他们的子女要么在外工作 要么在外上学 都没在家 因此也幸运地逃离了这场劫难 11年后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 雷静信的儿媳妇几度哽咽 她说 案发的前一天 她们一家四口刚回家探望了两位老人 没想到这前脚刚走 家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一时间 她们无法接受 案发了以后 俺两个妹妹就只能上大学了嘛 就是 俺有两个孩子 生半妻都在外地嘛 俺当时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停掉 就是孩子的血都停掉 都回来 马上就想把这个傻人一层都抓到啊 是吧 儿媳妇说 虽然公共婆婆都是农民出身 但是靠着家传的手艺 雷静信在村里开了一个中医诊所 专制各种疑难杂症 多年下来 雷静信的名声越来越大 就连山西河北的一些患者都慕名而来 求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为人热情 医术又不错 雷静信靠着这个小小的中医诊所 为雷家积攒下了殷实的家业 当时六传之后 他这个诊诊是估计不满 三天一晚 根据我们调查 在案发时间短 他已经每天的营业饿 都达到一万块钱左右 他此时已经在所谓农村业生 都上了千万 谁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小小诊所的主人 竟然会是千万富翁 而那是在2004年 经多方查证 丰丘警方群被敲的保险柜内 存放有二十多万元的现金 以及大量的金银首饰 总价值不低于四十万 这在当时的丰丘农村 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群众发言非常强 在当地造了一种犯像 会对这几个案件的发生 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石管局和重球县管局 两几个案件 阻止了一百多人的经历 阻扎在发案里 侦察员了解到 因为家里存放的现金比较多 被害人雷敬信夫妇 平日里十分注重安全防范 不仅在家中安装了防盗门 而且很少带外人回家 遇到大事小情 他们都是和对方在诊所里商谈 他们每天生完习惯 一进家第一件是闲锁门 然后我是门 他诸我是门 在平常的门 就让他夹装一个死纸的烧脑门 非常吼咒 从外边一般的孔子 就根本大不开 那防范如此严密的雷敬信夫妇 又是如何遇害的呢 经过仔细勘察 技术人员还是在现场提取到了一些物证 两枚模糊不清的鞋印 微量的生物剪裁 以及窗户下的灯塔痕 因为墙上的灯塔痕接触面非常小又很浅 从这一点上来看 风秋警方认为 嫌疑人应该是轻壮年 身体素质非常好 那么 作案的嫌疑人应该有几个人呢 死者当时看着有被控制的情况 还有这个女的是在她家的西屋 她是在那被害的 肯定要是一个人就做不了这个东西 确定是在里有两个人以上作案 但是倾向于是两个人作案 经痕迹专家鉴定 现场的两枚鞋印为同一人所留 这个人的年龄应该在31岁到35岁之间 身高1米73左右 而从保险柜的撬痕来看 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十分娴熟 不是说给这平常人 给你个不安过 你都能撬牌了 他这个手法比较重要 就是从那撬痕来说 他到这个位置 那关键点的位置就是很对 这个撬他点声 也是撬他能撬牌了 综合这些物证 封丘警方对这起入室杀人案 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嫌疑人有两个 他们身强体壮 年纪在20岁到40岁之间 当晚 这两个人翻墙而入 提前潜伏在了被害人雷静信的家 等雷静信夫妇回家后 他们残忍的将对方杀害 然后撬开保险柜 拿走了里面的财物 那么这起抢劫杀人案 是熟人之间有预谋的抢劫杀人 还是普通的流窜作案呢 调查中 侦察员发现雷静信夫妇虽然很有钱 但是他们却相当的低调 也不张扬 算是一个隐形的富豪 那除了邻近的村镇外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家有钱 从这一点上来判断 侦察员认为 这起案件应该是熟人作案 这个熟人又会是谁呢 风秋警方对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刻画 这个人应该去过雷静信的家 熟悉雷家的内部结构 知道他们家有保险柜 除此之外 这个人还应该和雷家有过矛盾 不然不会下手那么狠 雷静信的这个徒弟叫胡玉斌 十年二十七岁 河南内黄人 三年前 胡玉斌慕名而来 拜雷静信为师 想学雷家的祖传中医手艺 在雷家的这三年 胡玉斌虚心好学 深得师父的喜爱 但在案发前不久 他却和雷静信闹起了矛盾 这个胡玉在案发现 向这个郑书的胡玉院 多次罚了手 说这个受害人 好像欺骗他了 跟他这么多年 也是也得不到他真串 也是好像不嚼大 也是六月说 因为这个缘故 胡玉斌和师父雷静信 曾发生过争吵 一怒之下 胡玉斌离开了雷家 走之前 据说他还放出一些狠话 这个数值程度啊 矛盾啊 包括年龄段 他个一些 他个人的身高 各方面都非常比较 这个作案 我们刻画的 发现点是非常多的 作案都非常重视 以胡玉斌对雷家的熟悉程度 他有作案的先天优势 难道是胡玉斌 一时气不过 心生歹意 找了个同伙 前回到了一家 伺机作案吗 想到这儿 侦察员决定 重点调查这个胡玉斌 最多是 产生怀疑以后 就到他家 到这个 胡某家里 河南那方家的家里 为了他 离开 这个首海人家一虎 这段时间 向其他认真进行排查 在胡玉斌的老家 侦察员通过走访得知 胡玉斌回家后 住了没几天就外出了 据说是去了深圳打工 经过多方查找 侦察员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 找到了胡玉斌 把这个案件给胡玉通保以后 胡玉也非常感觉非常震惊 他向华安警官公诉 他不可能去做这个案件 然后他一直在这打工 侦察员又调取了这家工厂的考勤表 发现案发时段 胡玉斌确实是在工厂里上班 没有离开 这就意味着他没有作案时间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那除了胡玉斌 还有哪些熟人有可能设案呢 拉网式排查 前科人员无一疏漏 DNA比对真凶难见身影 威胁无处不在 不变的信念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是2004年12月20日 案发当天 侦察员所做的询问笔录 被询问人是雷敬信的儿子 问 你父亲和谁有啥矛盾吗 答 我知道我父亲和雷明刚 雷海光有矛盾 又问 啥矛盾 答 十年前 我父亲和雷明刚打过两次架 现在也没有啥了 只不过还是不说话 根据雷家人提供的线索 侦察员重点调查了雷明刚 犯罪嫌疑人是翻墙而入的 但以雷明刚的身体条件 侦察员认为 他根本爬不上雷敬信家的墙 更别说入室杀人了 不过在走访时 侦察员了解到 雷明刚有三个儿子 前些年两家闹矛盾时 他们三个都参与了打斗 两家人因此结下了梁子 他有三个儿子 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 这个替台也非常减短 主客观人复合 你做完人口外一些条件 原本雷明刚的三个儿子 有一个外出打工 另外两个在家务农 可反常的是 案发后 这两个在家务农的年轻人 也都离开了 这引起了侦察员的怀疑 几经周折 侦察员分别找到了 雷明刚的这三个儿子 他们都承认两家有矛盾 但他们都说 命案不是他们干的 他们有不在现场的人证和物证 通过侧面了解和调取相关物证 侦察员排除了这三个人的作案嫌疑 案件再次回到了原点 案发后 封丘警方们一直怀疑是熟人作案 但是经过多方调查 他们将几个重点对象的作案嫌疑 都给排除了 这就意味着 案件可能不是熟人所为 那作案人又会是谁呢 从作案手法上来看 侦察员判断 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是出犯 而是前科人员 有鉴于此 封丘警方调整了案件的侦察方向 一是串并周边县市 乃至河南省内的撬道保险会案 以便查明是不是异伙人所为 二是从人入手 重点排查侠区内 有盗抢行为的前科人员 主要是排查 年龄根的 在五年内有盗抢抢抢人员 我们总的把这些人员放到这个重点 就在此时 有个利好消息传来 新乡市公安局的技术人员 从现场提取到的生物检材上 做出了DNA 不过这是一份混合型的DNA 里面包含了被害人雷敬信 和犯罪嫌疑人的共同DNA数据 因为是混合型的DNA数据 计算机无法进行自动比对 也就没办法从前科人员的数据库中 比重犯罪嫌疑人 只能进行人工比对 这个工作量极其庞大 但这个混合型的DNA 也并不是毫无用处 考虑到嫌疑人有可能是前科人员 封丘警方以案发地为中心 向外拓展 将周边的乡镇和村屯 都纳入到了调查范围 经过摸牌 侦察员共梳理出300多名可疑人员 他们对这些可疑人员进行逐一排查 以期查明案发当晚 这些人的活动情况 这是当年登记造册的调查表 张志全35岁 发案那天晚上下午4点40分 去蘑菇棚烧火 烧到夜里10点回家睡觉了 穿黑色小袄 黑裤子 黑皮鞋 张一胜前天夜里9点睡 看都市频道记不清了 通过走访和约谈 侦察员将那些身高不对 年龄段又不吻合的可疑人员 给筛查出去 然后又将那些有人证和物证 能够证明案发当晚没有作案时间的人 再排查出去 用这种排除法 侦察员进一步缩小了目标人群 最终锁定了22个重点人员 指挥部要求这些证明要做全面彻底的调查 排查工作 这个调查对象必须由两到三人以上遵取了整治案发事件 他的活动情况 除此之外 专案组还要求侦察员对每一个见到的重点人员 都要提取生物检材 以便做DNA比对 最终通过人证和DNA比对 侦察员又排除了18个人 调查到这儿 只剩下4个重点嫌疑对象了 这个王某叫王鹏飞 28岁 由小偷小摸习惯 并且身强体壮 与警方此前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相吻合 可当侦察员准备联系王鹏飞时 才发现 这个人不见了 王鹏飞没有手机 外人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 侦察员多方努力 还是未能联系上王鹏飞 案件是不是王鹏飞所为 一时间难有定论 此时已经是案发的第三个月了 丰秋警方所要找的四个重点嫌疑人都外出了 没办法联系上 案件调查被迫中断 与此同时 串并撬到保险柜案的侦察员也有了收获 另外一个传名案呢 我们在这个铺杨油店发生了一几桥到保险柜 警察杀人 敲到保险柜杀人 在这个期限 一个乡里这个邮政说 也是一起敲到保险柜杀人 这两起敲作案手法 与雷静信被害案极为相似 犯罪嫌疑人都是翻墙而入 然后将看守人员杀害 进而盗取保险柜内的财物 幸运的是 在这两起撬到保险柜的案件中 当地警方提取到了一枚掌纹和滴落的血迹 我们提取的无量无量和他们想象的留下的血迹 留下的东西就是对不到一块 然后他们拿那个不是同一个家人 然后对方就排除了 所有能考虑到的环节都调查了 但案件还是毫无进展 这让侦察员无比心急 但比他们更急的是被害人雷静信的家人 对于雷静信夫妇被害案 丰丘警方所设的专案组整整调查了一年 这期间因为细致的走访与排查 他们顺带破获了四十多起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 抓获了八名犯罪嫌疑人 但是这些人都与雷静信被害案无关 一年后 专案组解散了 虽说如此 丰丘警方对这起命案却始终没有放弃 2007年6月 侦察员获悉重点嫌疑人王鹏飞有可能落脚在无锡 据说是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 得知这一线索后 侦察员立即赶到了无锡 经过多方努力 他们终于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了王鹏飞 通过DNA比对 侦察员将王鹏飞的作案嫌疑给排除了 此后 侦察员又陆续地找到了另外三名重点人员 通过DNA比对 他们将这三个人的嫌疑也给排除了 虽然线索一个个中断 但丰丘警方却始终不敢轻言放弃 他们想到 作案人会不会是专门撬到保险柜的流窜人员呢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那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不是本地人 而是流窜过来的外地人 这就意味着 串并撬到保险柜案要放眼全国 这些年来为了串并撬到保险柜案 风球公安局的侦察员四处奔波 行程几万里 只要听说哪个地方破获了系列撬到保险柜案 他们就会带着资料赶过去进行比对 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众多的撬到保险柜案中 他们并没有比重犯罪嫌疑人 雷静信夫妇的死是一起偶发事件 还是仇家的蓄意报复 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 雷静信的子女都不敢在家住了 他们害怕哪一天 这个灭顶之灾再度降临 警方没有破 没抓住凶手 不知道这个额案家咋的事 不关于那方面吧 最起码你凶手没抓到 你肯定是威胁着 相对来国队 额案的真正安全 是不是 害子也消 额案们也都念情是吧 因为这个缘故 雷家的老房子也就空了下来 再也没有人居住了 门前已是杂草丛生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由于命案迟迟不破 雷家人也沉不住气了 他们多次找到公安机关 要求尽快破案 所谓假如来说 我肯定是不想看到这一面是吧 一致关注这个事情 就是主动了 就是看看能不能 就是说冰案了 或者炸了 就这样了 尽快了能给这个父母 就来破了 是不是 这样子 我最起码迷雾吧 都这样了 他们家属 对我们公安机关 这起案件也很有说辞 有时候还到上级公安机关 反映上访 对我们这个 丰丘公安来说 此案不破 却是死不明目 十一年过去了 虽然案件仍然是毫无进展 但封秋警方坚信 他们迟早会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的 因为直觉告诉他们 这起命案 不会是嫌疑人所犯下的最后一起案件 只要他们再次作案 总会露出马脚的 深夜 家中熟睡的孩子被人绑走 口出狂言 绑匪索要230万的赎金 你小孩在我手上 你勾一个小时 我就砍掉一个手指头 整个带胆 他们绝不妥协 要秘密潜伏 看着明天才 该再拿潜伏 再拿涉伏 都准备好 不变的信念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就在封秋警方 对雷敬信夫妇被害案 紧盯不放的时候 河南省顾史县 又发生了一桩奇案 一个睡在家里的12岁的小男孩 被人绑架了 等绑匪嫂上发短信 索要赎金的时候 她的父母呢 却对此事还浑然不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39岁的殷红梅 家住河南省顾史县的 香格里拉小区 2014年1月21日早上6点多 还未起床的殷红梅 听到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条短信 今晚7点 准备好230万 过一个小时 砍掉你儿子一个手指 要是指望警察来救你 那你错了 发了那个信息 那内容啊 什么东西的 我都不相信 然后我家里 我已经前来看一下 我看见 还有人是本事吗 我认同事 就发了信息 我家住人的生命 在殷红梅的催促下 丈夫王鹏才起床 去儿子的房间查看 结果当时就傻眼了 原本睡在二楼卧室的儿子小雨 还真不见了 一同不见的 还有小雨的被子 难道孩子真的被绑架了吗 王鹏赶紧跑到楼上 准备调去家里的视频监控 三楼的防盗窗被剪开 装有监控系统的主机也不见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王鹏意识到坏事了 儿子小雨肯定是被绑架了 这时 他再重新翻看此前街道的勒索短信 王鹏明白了 这是绑匪威胁他不许报警 面对绑匪的威胁 王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对于这起绑架案 河南省顾世县公安局十分重视 因为他太不同寻常了 一是性质恶劣 嫌疑人在对方熟睡之际 剪开防盗窗 翻墙而入 将孩子给绑走了 这样的作案手法此前从未有过 二是绑匪喊出了天价赎金 二百三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你小孩在我手上 你够一个小时 我就砍掉一个手指头 然后把他的头我会挂在你的门上 当时气焰十分嚣扰 由于此时绑匪在案 警察在明 故事警方不敢贸然行动 他们先是安排侦察员 以电业局维修线路为名 进入受害人家 随时掌控绑架案的动态 分到若干个小组 你比如说 有现场看查的 有现场走访的 有视频侦察 还有机动背心的 所以整个一盘棋 都是油条不问的 各种措施 侦察措施进行展开 案发后 故事警方一方面安排王鹏 筹集资金与绑匪周旋 另一方面围绕王鹏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经过问询 侦察员了解到 王鹏承包了多家矿山 又搞运输业 买卖做得很大 做生意的交往 就朋友这种 都互相了解 互相信任 是面临见 朋友生意上的人 不会变过孩子 如此吓毒 因为我做生意是比较震荡 这种良心做事 绑匪张口就要230万 这说明他们对王鹏一家很了解 据此 故事警方推断 这应该是由熟人参与的绑架案 可这个熟人又会是谁呢 到人家里去绑人 孩子的父母都在家里头 第一单大 第二来说 没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认为有一定的作案经验 反证查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是有前科 从现场勘察情况来看 侦察员判断 嫌疑人应该在两人以上 身强体壮 有一定的攀爬能力 并且嫌疑人应该有犯罪前科 综合这些因素 侦察员对王鹏的朋友圈进行梳理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重点人员 这个人叫张强 有盗窃前科 在与王鹏生意往来时 双方产生过纠纷 那张强会不会因为这笔钱 而产生绑架小雨的念头呢 侦察员对张强的作案嫌疑 进行了多方查证 从矛盾点入手 侦察员的调查无功而返 这时 他们又想到了另外一个调查思路 以车找人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嫌疑人为了便于挟持人质 肯定会借用交通工具 除此之外 顾时警方认为 这起绑架案不是偶发的 事先应该有预谋和裁点的过程 而在裁点时 嫌疑人有可能也开了车 考虑到这两点 他们调取了事发地周边的视频监控 结果还是没有筛选出可疑的车辆 此时 所有人都在焦急的等待着 一次 从保罗 他从发的事情 都没有在那里联系了 我一次打电话 也发不疼 人只看见 咱害怕就他撕票 而且发的信息 当时这个信息发的 离人法治 现在孩子都少 从我们感到当时 压力是非常大 虽然前期的线索很少 但顾时警方的各项侦查工作 还是在有序的进行 而在这期间 殷洪梅给绑匪发了多条短信 有什么想法和我说 请相信我不会少一分钱的 钱是人赚的 把孩子给我吧 求求你们了 他爸爸说 你们放心 只当是他破财免栽 我们要孩子 我们再等 12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1月21日晚6点 王匪终于回信了 从这次简短的通话 侦查员解读出两个信息 第一 被绑的小雨 在新房子里 可这个新房子是什么意思 当时所有人都搞不懂 第二 绑匪肯定不是故事人 我们那个分水亭乡啊 我们本地人都是会叫他分水乡 正常的本地人 不会把那个亭子带上 80%以上是外地人来作案 至少他对故事的情况 不是太熟悉 如果是外地人作案 那事先谋划和裁点期间 他们落脚在哪了呢 考虑到这一点 故事警方 立即安排侦察员 对旅店业展开 大范围的走访排查 重点排查近期来到故事的 有犯罪前科的外地人 与此同时 因为绑匪提出 要在分水亭乡的 两管所门前交易 故事警方 一方面让受害人王鹏带着钱 在侦察员的陪伴下 准备去交易 另一方面 他们也对交易地点 做了周密的部署 由于担心绑匪会 变更交易地点 当晚 故事警方抽调了 五百多名警察 除了在分水亭乡 秘密社府之外 又在周边的乡镇 也都提前安排好了 便衣人员 我们走大陆 都发现 因为我们的地形野树 我们走小陆 又提前去 埋伏在那地点 埋伏又半个头 要死了以后 绑匪又跟他联系 学到这个 讲机去 晚上八点 等侦察员在讲机镇 设好埋伏圈后 绑匪又打电话说 交易地点变了 改到沙河铺乡 像这样 绑匪不停地 变换交易地点 一会儿说在城东交易 一会儿又说到城西交易 几个回合下来 侦察员累得着实不清 从晚上六点 绑匪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三点 这期间 他们一直不肯露面 更别说拿赎金了 凌晨三点一过 绑匪关机了 再也无法联系上 这时侦察员担心 是不是他们的行动 被对方发现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人质还安全吗 被绑匪还从安全委中心 就是全力保住他的安全 被绑走的小雨在哪 现在是否安全 由于担心儿子 王鹏夫妇一夜未眠 白初日子是绑匪 这个事情感觉的 比做梦一样 像他做梦一样 奇迹发生 被绑架的孩子幸运归来 迷途难返 兄弟俩走向罪恶的深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发现16个未典 全部一致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肯定了 这个人有重大作案显得 不变的信念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和他们的心情一样 当晚所有的参战民警 都睡意全无 一心扑在绑架案上 谁知 22日早8点 案发第26个小时之后 被绑架的小雨回来了 而当时呢 她的手还是被反绑着 嘴巴也用胶带给封着 这就是小雨 她向家人讲述了逃跑的过程 小雨告诉家人 案发当晚 她很早就睡了 睡得正香时 突然被弄醒了 紧接着 她发现脖子上凉凉的 原来是一把刀 架在了小雨的脖子上 小雨说 绑匪有两个人 他们蒙上她的眼睛 将她的嘴巴也封上 然后将她捆绑好 扛起来就下楼了 走到门口时 她还听到家里的狗在叫 之后又走了十多分钟 绑匪将她弄到了一个楼上 说你家有多少钱 我就说没多少钱 小雨回忆说 当时她被扔在地上 躺在那里 没多久 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肚子饿了 她醒了 因为嘴巴被封着 想喊也喊不出来 再后来 她突然发现 眼角露出一条小缝 能往外看了 眼睛看了小缝 爬起来了 靠楼梯 摸那个 尖的吗 我在那操手 没手 能站起来 我就看窗户 看窗户 从窗户往外看 小雨发现马路对面 就是他们家 而她是被绑匪扔在了 刚刚完工 还没交房的空房子里 因为身边没有绑匪看着 小雨一步一挪 从楼上挪到楼下 又走到户外 最终回到了家 1月22日中午 综合各种研判信息 故事警方最终锁定了 绑架案的嫌疑人 他们是亲兄弟 孙凤奇是老大 孙凤举是老三 两人都是河南省风秋人 23日凌晨 侦察员在新阳市的一家宾馆 将孙凤奇抓获 钱包里面有很多张手机卡 但这手机卡其中有几张 是和作案有关系的 这是侦察员在孙凤奇钱包里 找到的一个小纸条 上面写着 明天下午5点前 准备现金230万 如耍花招 把你儿子头送还 钱用编织袋装好 等待命令 这些证据充分说明 孙凤奇就是这起绑架案的嫌疑人 对于这个案件 我不想反了 惹合说话 为什么不想说 这个我不做解释 那现在也没什么后悔的 我不想做惹合解释 随后 侦察员又抓获了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孙凤举 和他的哥哥孙凤奇一样 孙凤奇被捕后 也是百般抵赖 死不承认 最终在证据面前 孙凤奇和孙凤奇 终于低头认罪 他们说 一个月前 两人从丰丘县 来到了故事 准备实施绑架 而此时 他们并没有特定的绑架目标 后来 转到受害人王鹏家附近时 看到他们家住着别墅 又有高档轿车 才动起了绑架这一家人的念头 因为受害人家的房子 前面还有一排房 没有住人 空房子 他们就潜伏在那里 一直连续观察了 可能有一个月时间 观察他们的作息时间 在孙凤奇兄弟二人的指认下 侦察员从一个枯井里 打捞上来了王鹏家的监控主机 以及液压检等作案工具 同时也找到了 他们焚烧掉的作案手机等物品 作案手法如此老练 前期谋划如此精密 这让侦察员一直怀疑 这两个人不是初犯 这个人们感觉 他有强壳的 以前还绝对是有重大犯罪强壳的 他也没有交代 通过这个网络比例 他通过我们的一个数据库查询 他没有前科 但通过各种数据比对 侦察员也没有查出来 这两个人有什么犯罪前科 2014年9月 故事县人民法院对孙凤奇孙凤举 涉嫌绑架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孙凤奇犯绑架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1万元 孙凤举犯绑架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1万元 判决后孙凤奇孙凤举表示不服 提起上诉 2014年11月 新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 孙凤奇孙凤举兄弟两人 被押送到监狱服刑 发生在河南省故事县的 这起入室绑架案 也告一段落了 那另外一起案件 也就是11年前 河南省丰丘县雷敬信夫妇被害案 又调查的怎么样了呢 丰丘警方有没有发现新的线索呢 此前 虽然技术人员在雷敬信被害案中 利用生物剪裁 做出了混合型DNA 但因为不能拆分 也就无法在前科人员的数据库中 进行自动比对 随着技术的进步 2015年年初 新乡市公安局的技术人员 已经能够对混合型的DNA 进行拆分了 受害人和一名陌生男子 DNA混合分型 然后把这个分型做出来以后 进行拆分 拆分过以后 到数据库 全国DNA 公安机关DNA数据库里面 进行查询比对 2015年7月10日 技术人员再一次 将拆分后的DNA数据 放到前科人员数据库中 进行比对 这一次 他们有了惊奇的发现 DNA比重了 对我们当年做出来的 混合DNA分型 进行比对 发现16个位点全部一致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肯定了 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被比重的这个人 就是孙凤曲 41岁 河南省风秋仙人 一年前 孙凤曲因涉嫌 在河南省顾市县绑架儿童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此时正在监狱里服刑 得知这一信息后 侦察员立即赶到了 顾市县 找到当时的办案警察 了解绑架案的情况 都是如虎 都是如虎帮架 我们是如虎枪劫 然后就是都是 我们这个是 就是返枪住院 他们这个返窗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就是在拉马之后 第三个就是 有打扫现象的痕迹 他们那个是 运势住那个 两个陆里面 把那个 特里斯罗署 把他的现象也打扫了一下 这所有 什么用的东西都圈走了 圈走了以后 很少 经过座谈 侦察员发现 这两起案子 作案手法极其相似 而在顾市县的绑架案中 哥哥孙凤奇占主导地位 是前期策划和组织者 那么这个孙凤奇 有没有参与到 丰丘的杀人案呢 据此 丰丘警方推断 雷敬信夫妇被害案 应该是孙凤奇 孙凤举兄弟二人所为 在准备好审讯方案后 丰丘警方将他们两人 从监狱里提出来 押回到丰丘县公安局 这个老伞呢 到了到晚以后 他行为比较反常 一件事一日 他心里都开始失控了 对孟凤举兄弟是有 有些提议 有些腰有的涂炭到身上 审讯中经过多方较量 孙凤举终于败下阵来 承认了在2004年 曾经入室抢劫杀人的事实 据犯罪嫌疑人孙凤举交代 此前哥哥孙凤奇 经过多次踩点 已经选好了目标 就是一声雷敬信的家 2004年12月19日晚八点 两人驾驶摩托车 携带撬杠 匕首等作案工具 翻墙入院 准备实施盗窃 没想到这时 雷敬信夫妇回家了 双方撕打在一起 此后他们将保险柜撬开 拿走了里面的现金和金银 首饰等贵重物品 总计40多万 接着他们又清理了作案现场 然后逃跑了 交代完作案过程后 孙凤奇和孙凤举两人分别带领了警察 指认了他们当年的作案现场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好 今天我们演播是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 洪老师 这个孙氏兄弟因为涉嫌绑架案 被抓捕之后 一直就没有交代 11年前他们还曾经因为抢劫杀过人 这种情况在法律上 有没有一个定义 前面那个抢劫杀人 对于这个绑架案来讲 就是一起漏罪 当法院对这个兄弟俩的这个绑架案 进行审理判决的时候 没有发现他们另外还有一起这个犯罪 那么没有发现这起犯罪呢 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 只是司法机关没有发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把它叫做漏罪 比如说这孙氏兄弟 他被判处15年 然后这个时候又发现了他那起杀人案 那他如果说再判决 他有期徒刑的话 他前面那15年的刑期 是要累加在一起吗 和那个当时就发现了 这个这个抢劫杀人案件 实施的并罚原则是一样的 如果是有期徒刑就马上加吧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的话 那就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就吸收了其他的这个刑罚 抢劫杀人案 它发生在11年前 就时间太久了 当时的这个杀人凶器 还有什么作案的工具都没了 那到现场倒是提取了 这个混合的DNA 那这个混合的DNA 能作为证据吗 它是混合型的 就说是凶手和被害人 混合 那这个就有价值了 我们就能够基本上判断 它是在打斗过程当中形成的 这样的话呢 也就锁定了 这个只要确定这个DNA是谁的 这个人就应该就是本案的凶手 都说兄弟如手足 亲兄弟本应该是互相帮助 干正事走正道 可是孙凤奇孙凤举这对兄弟俩呢 却联手作恶 危害社会 落网之后 哥哥说起杀人害命的这个过程 竟然谈笑风生 洋洋自得 而弟弟呢 则是把责任都推到哥哥身上 哀怨不已 等待这对冷血兄弟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洪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镜见 明镜见